我们说到 修行的大宗吃法门 有没有有 张家大使只教了我四个字 看破方向 放下看破 这是佛法 无论大臣小臣 宗门教下 闲教密教 都不超过这个原则 特别是放下 放下什么 我虚妄 什么是虚妄 心是虚妄 什么心 妄心 会齐心动念的心 会分别执着的心 全是虚妄 放下虚妄 真心就显起了 真心是本有的 我们举个比喻 佛在经上 常常见心 用水做比喻 所以我们供福 供养福 什么是真供养 要用心去供养 这是真的 要用心去修行 真一修 凡是有生有灭 都是假的 不生不灭 是真的 佛用水做比喻 我们看海水 江水 湖水 有染污 不清净 水本来是清净 没有染污 水本来是不动的 现在风吹着波浪 风吹起浪 浪是动的 用染污 波浪 代表什么 往显 它干净了 不起风浪了 水的样子是贫 水贫 干净 这是真心 没有波浪 没有染污 这真心 那么大宗池发门 那么大宗池发门 就是水 阿雷耶 墨读 墨读 相中所说的 八十五十一心所 是燃污的 是波动的 阿特其浪 四圣发界 小风小浪 六道轮回 大风大浪 三卧道呢 巨风 对它动荡 最明显的 动荡 形象巨浪 时间长远 佛这个比喻 比喻得很好啊 我们供养 供佛 供佛是标法 工具里头 什么东西最重要 主要就明白了 一杯水 水代表我的心 我的心 像水一样的清净 没有污染 像水一样的平静 没有波动 这杯水是代表 标法的 代表我的真心 清净 波动 就是 晶体上降的 清净 平等 平等 就是不动 清净 就是没有任务 这是 真正的 功夫 绝对不是说 我早晚供一杯水 给佛菩萨喝 那就错了 佛菩萨不用这个 是给自己看的 时时刻刻 觉察到 我的心 清不清净 有念就不清净 无论你这个念 是善念 是悟念 不清净的 有念 就不平等 修行 把真心 你修出来 就成功了 就成佛了 这个话要记住啊 要深深去体会啊 为什么 我们从早到晚 其心动念 全是忘心 忘心在制造轮回 念念不断地制造轮回 你怎么能出得了轮回 要想出力轮回 首先把制造轮回的音 要放下 要把它止住 这就是能遮 总是有能遮 能遮的意思 这就是禁止 防范 那种池 抓到种池 它就起作用 在净土法门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种池当中的种池 华言 也不例外 华言到最后 普贵菩萨 是大愿望 祷归极落 这句佛号 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总是法门 总一切法 阿弥陀佛里头有没有戒 有 什么叫戒 防飞之物 心里念阿弥陀佛 心里头有没有是非 没有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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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无法想象 无法趁说 只要老老实实 一直念下去 念久了 宗池发门 就醒去了 现前什么样子 无论你学过 没有学过的 全都明白了 全都救不了 像佛一样 像法身菩萨一样 像慧能大使一样 像现代的 海显法是一样 这些人 都得到种植 能吃 能摘的 修学 描发了 能知 能知一切悟 能吃 能吃一切善 一切善法 没有离开 一切恶法 永远不起 那它不会生起来 一切善法 在一切时 一切处 都能献起 那自行化它 那 在一切 偶尔 在一切 召唤